这是被称为世界战争的事件 那是1967年 太空竞赛和冷战高峰期 在英格兰南部 人们发现六个飞碟直线飞行 警方的拆弹组出动 皇家空军接到了无数电话 但是这全是一些精巧的 学生装置 这只是国家档案馆 今天把几千份不明飞行物体档案 公知于事的其中一份 这是至今为止 解除机密的最大规模一次 文件显示了 而在1970年代不明飞行物体的问题得到最高层的讨论 包括联合国以及英国上议院 而英国的飞风式战斗机 更险些与他们相信是不明飞行物体的东西迎头碰上 但是对一些人来说总有理性的解释 这个解释未必能满足看到景象 然后画这幅画的人 这些都是所在政府档案库的图画 现在都公开了 对于仍然相信的人 真相就在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仍然相信